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 正式开启倒计时模式 项驴两党主帅已经准备就绪 将会在当地时间10号晚间9点 同台正面交锋 目前距离大选只剩下8个星期的时间 贺锦丽和特朗普争取选票的机会已经不多 这场雌雄对决将会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 民主共和两党主帅第一次同台论件的戏码 10号晚间9点就会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掀开战漫 目前贺锦丽和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旗鼓相当 这场电视辩论多少将对拿下总统宝座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选民非常期待两人的表现 尤其关注各自的政见如何影响国家未来走势 这场主席是最大的事实在现在 我希望她的想要听她 我希望她的信心 她是会在她的信心 她是会在带她的信心 他会在带她的信心 我认为我们都很累了 他的表现 我认为他做了 他们都很强烈的信心 他们都很强烈的信心 但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吴特朗普的信心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派斯的观看 更多的信心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雌雄對決各自表述 這場唇槍舌戰 也成為了中間選民的風向標 究竟誰將笑到最後充滿了懸念 美國總統大選 前景難以預測 特朗普和賀錦麗一直在加強攻勢 並制定策略 以在勢均力敵的競選中領先 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台主辦的電視辯論 很可能成為兩人在11月5號大選前 正面交鋒的唯一機會 或許也是大選勝負關鍵因素 眼見這場雌雄對決步步逼近 德克薩斯州一家 以特朗普為主題的漢堡店 擠滿了支持者 這家自2020年開業的漢堡店 推出了多款新穎的政治人物菜品 最吸引眼球的莫過於拜登漢堡 可惜卻無人問津 熱銷品還得是特朗普漢堡和周邊商品 支持者看好特朗普在電視辯論中 能夠再一次打敗民主黨代表 並希望共和黨可以為國家帶來改變 我認為他會殺到任何問題 因為他們可能沒問題 他們對任何問題 他們想問是 所有他們想問是 財政財財和其他大家 都不可以拖行和其他人 都不拖行財財財 我认识是什么 they've caused she can't she can't debate without the teleprompter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andslide yes i'll be watching the debate and what i expect out of trump is basically what he's been doing for free free america i need my gas prices back down what i call normal so they're awful high now we need to stop all the illegals at the border it's crazy way too many people come into this country we don't even know who they are 这场辩论很可能成为美国史上收视率 和关注度最高的总统候选人辩论 费城国家宪法中心已经开始加强安保 选民普遍关注的焦点包括移民 中东问题俄乌战争等等国际议题 国内方面则离不开降低物价和通货膨胀 还有重振美国制造业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民主党 ATHQ